事情呢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买的手本啊 商家说是可以打电话的 回来发现竟然插不了卡 白了 我也是转头立马在华江北下单了一块手 我们跟你快递到了 哎多少钱 一百不到 一百不到 是吧 是那个二月新款的S9吗 是吧 顶配版 是吧 好我拿回车一下 一百都不到耶 今天在华江北下单一台一百不到的S9啊 那么在开箱之前呢有必要讲一下 这个呢官网是去到了一个五六千的价格 那华江北呢只要一百不到 中间相差了那么多的利润还是性价比啊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探究竟 看到底是被坑的呢 还是说买到了一个极致性价比啊 去把股市开个箱了 开箱了 可以看到里面送的一些东西啊 这里是两个表带 别看这两个表带很频繁啊 在官网可是每一条都是七百七十九一条价格 然后这里还送了四个水明膜啊 送的东西其实都是那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手表站不站啊 带某位的离线之骨 带NFC的门禁 还送了五百多个免费的表带 现在开盒一探究竟 土地感还是挺强的啊 这是一根说明书啊 说明书通常猪都不看的啊 然后这还送了一根黑色的运动硅胶带 那么加起来是三条表带送的啊 然后这还有一根实锡的做冲啊 来实试吸力如何啊 听网上的大哥们都说 吸得牢的才是好的啊 不错啊吸力很牢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把手表的心机膜揭开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屏幕啊 黑的很通透亮丽深水啊 像照镜子一样的感觉啊 然后左侧边也是单孔的扬声器 一字形的啊内置防声啊 右侧边是双按键的实体的按键啊 无针的无极旋钮不错啊 再看看背部也是陶瓷的感应器 有八个探头 然后背部的这圈文字做工还是很精致细腻的 也是双按键的实体卡扣 然后整个的背部壳量呢 是采用碳纤维的材质啊 做工也是很紧实密缝的啊 再看看边框材料也是采用鑫合金啊 耐磨防光 这样秤都不会掉漆啊 我们再来给手表开个机啊 新款S9开机是无声的啊 好那么开机了 可以看到龙年的限定表盘实在是非常的酷炫啊 那么右滑分屏 下滑一个瀑布流的S9经典功能菜单界面 再看一下屏幕的色彩亮丽度鲜艳度都是很高的啊 90Hz的刷新率啊 接下来再看看功能啊 滑动一下看看流畅思华不卡顿啊 一秒的一个回摊 然后像下载科学听音乐 导航高的地图 听歌看小说 拨打电话 剑走跑步骑行监测 某位的底线支付 NFC的门禁啊 语音助手 各种不同的风格界面 我们再来给手表装上一个米兰尼式的黑钢带啊 这个表带呢 也是我特意挑选的 东南夏林啊 非常的舒适啊 那么手表的功能呢 确实是很多 也要戴上手试一试 颜值是怎么样的啊 毕竟颜值是正义嘛 对吧 这样一看的话 确实有那个五六千的价格款式了啊 没毛病 你不说我不说 他就是五千多 这样吧 功能很丰富啊 我一时半会是说不完的 开个直播啊 来我直播间 我们一起聊一下啊 老 téléphone 老 好 老